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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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岡村失敗しました 路因宝と高連の馬 逃げました 馬鹿者 全く私の軍隊が馬鹿すぎるのか 敵がずるすぎるのか 失敗するはずがないのに なぜ失敗したんだ 人事を尽くしたら あとは天命を待てというのか 岡村はちゃんと叱りました 彼らも反省しています 高連も確かにずるすぎます 少人図を誘い出す 他は逃げました 岡村は騙された でも 奴らを何人か打ちました 自分の無能を知るのも いいことということだ ご安心ください はい 警察といるので 遠く行けません ウサギのように 隠れ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今回私も行きます 再対 ルーインハオ捕まえろ もういい お前はルーインハオの相手ではない 私の計画には 少しの抜け目もなくして ルーインハオのとどめを刺す だから私は 狙撃の名手の力を借りたい というのは 松本 そうだ ルーインハオが ズルガシコイユサギなら 我々はハヤブサを持って 対抗する 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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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前 もう そんな きっと こんな な 聞か 跟我说说他怎么欺负你 就是啊 小凤去找英豪 可是发现英豪跟李小姐成亲了 所以就跑到咱们家告状来了 陆英豪跟李小姐结婚了 那陆英豪没出什么事吧 姐夫 昨天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她们俩不成亲吗 这鬼子去了 这鬼子就拿泡咣咣咣咣一顿烂轰 那抗脸的小巫哪经得起轰啊 几分钟就给炸没了 我去了我不能细手旁观呢 我就拿钱咣咣咣咣跟小鬼子一顿干 我这一口气啊杀了好多鬼子 结果把那个李如 李如选收删了 打得这么惨烈 陆英豪脱身了没 脱身了 有我在能不脱身吗 我就把抗脸几个带到特别隐蔽的地方 才甩开鬼子呢 可是英豪他就说鬼子是我带过去的 他还说 他还说 李如选受伤也赖我 那赖得着我 要我说吧 我觉得他们就不该成亲 成啥亲呢他都成过了 不成亲不就没这事了吗 我这不气不过吗 我就跑出来找姐和姐夫来评理 主持一下公道 这事不用评理 陆英豪不对 丫头 赶吃饭吧 快坐下吃吧 姐夫 你也吃的啊 不了 你都饿成这样了 你先来 趁热吃 哎呀 这一天过了 真是 南大佐 松本君 君には 特別な秘密任務を実行してもらいたい 这个任务では 私の命令にだけ従い かつ秘密裏的 僭越ながらも 少し気になったのは 一体どんな任務なんでしょうか 君が任务した ルーインハを覚えているか もちろんです 奴が牢から逃げ出した 逃げたと だから 君には三日間以内に必須 ルーインハを抑えろ 承知しました 開門 大佐閣下 咱們里边聊吧 不必了 就在这说吧 什么急事啊 通过白先生昨天的表现 已经证明了白先生 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 这点毋庸置疑 不过 要找到陆英豪 还需要白先生的进一步帮忙 昨天 皇军不是已经去围剿了吗 脚是脚了 可又让他跑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又不能把陆英豪 拴在裤腰带上 只要你有心 当然可以 昨天 我们与抗廉小分队发生了激战 打伤了他们很多人 这些抗廉 一直活跃在山里偏僻的地方 受了伤的人 一定会缺少药品 不过 他们有了陆英豪 就一定会通过他 找到你这个开药店的姐夫 这叫进水楼台仙德月 所以 还请白先生亦有消息 务必马上通知我们 我昨天去虎头山 他们差一点要了我的命 我 我不太想干这种冒险的事 这我 这样做的话太危险了 做任何生意都需要冒险 风险越大 利润就越高 不 白先生是个生意人 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更明白 我明白 那好 期待白先生的好消息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一有消息 一定告知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你就是我的直属部下 我只是在任務上任何故我知不知道 一体誰是你秘密任務 秘密任務是你 所以你不能說話 無礙者 你必須為軍人 你必須為上司的忠誠 我应该尽管的地方是否 我必须尽管的手段 我必须尽管的手段 如果您这下车就聘用了 我们需要尽管的手段 专门的手段 我就是这一切 我设计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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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设计是一切 我设计是一切 我设计是一切 我不能選擇 松本君 我々是帝国的秘密計劃的為安泰城 他一直在中材軍拝殖 你知道嗎 安泰病院的祝典 南濱的祝典是否也沒想到 我也沒有殺到 那事件是我的責任 我可以說 你不說 你不說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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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這段時間 你很忠實的軍人 我曾經在遇到你 我曾經被救了你 你也想說這些事情 你也想說這些事情 你會保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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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保護帝國的計劃 明白 我明白了 明南大佐和石田少佐直接谈 然后 继续谈判断 明南大佐 你也想让路云豪逮捕吗 是 还有白杰的监视 白杰山是几乎狐狐 几乎有多人的手 那是什么事 在窮地被追踪了 几天后 司令部是陆英豪的封门官 但是陆英豪是韩国离开了 南部的任务都完成了 所以最早陆英豪就逮捕了 少佐的 您的想法 对吧 在南部的计划之后 陆英豪我给你送的 快点快点快点 轻点 习惯 滚滚滚 快点 你快点 你咋来了 昨天找我啥事啊 那啥 我家少爷让我上姑爷这儿拿点药 这方子 啥 这些可都是名贵的西药 少爷没在家 我也做不了主啊 这样吧 我给我家少爷打个电话 你看行不行 那快去吧 啥都做不了主一天天 喂 大少爷 我 那个 昆子 昆子来找我 说陆少爷要一些西药 昆子 你等等 你让他去城东 三道街的康园要点去拿 好嘞 大少爷 我知道了 你好 白先生 好 你做得很好 大佐 留影后的人 应该到白军山的地方去 好 好 那我来说 我来说 是 咋呀 我家少爷说了 让你去那个康园药店拿药 康园药店 那也太远了 我这着急呀 让你去你就去 我家少爷都安排好了 你咋这么摸去呢 拿来吧 啥也干不了 把这账解了 我没得及 昆子 我 金山 刚才南野来跟你说什么了 还不是生意上的事吗 生意上的事 那怎么兴师动众的 跑咱们家来 是不是有别的事情 你怀孕以后 怎么越来越神经了 我是你男人 你得相信我 没事 回去歇着吧 你去哪儿 去店里看看 花布了 漂亮的花布啊 啥啥都走啊 你别看着吧 你看着花布了啊 是呀 你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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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帮我去 是 大佐 在孤独薬店里 把病毒取得了 捕捉了 你不想要留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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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尋問 留音波的手掛 絕對說不定 大佐 留音波的手掛 已經取消了 有需要松本 要找到嗎 那是什麼意思 松本是在大門 我和我們部隊 見下了 但是 如果沒有 留音波 我們不想要留音波 渡農 我已經不值得 那是 我能把你抑制力 我現在最重要是 留音波的解決 我們不少在這裡 我們都不會說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動 知道 我快點去 我打死你 看你在哪儿 看你在哪儿 我说是不是 我说 把呀 咋停了呢 爷给你处着呢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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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给我打 把死你打 姐 起来了睡得好吗 我睡得可好了 还是家里边舒服 姐 你是不是找我啥事啊 也没什么事 只是我这心里头啊 不踏实 你看这日本人整天在我们家里来来去去的 这万一碰上了怎么办 是吧 小冯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回去告诉英豪 让他千万别回来了 我这一切都好 让他别惦记 只要他平平安安的 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 姐说的也是 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这一路上千万要小心 别让日本人给盯上了 万一要是被发现了 英豪可就没命了 放心吧姐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英豪的 不过我刚来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个 你认我这个弟妹吧 认 只要英豪认我就认 那英豪又不认呢 认认认 春美姐说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一定把话带到 保证英豪的安全 我还要给他生一大堂小子呢 好了好了 赶紧进屋 咱们收拾东西 人呢 有人没 有人没 没人哪 我来取点药 不算偷吧 啥玩意这是 方老板您慢走 好好好 记得回去按时吃啊 好好好 别动 你吓死我了你 你还吓我一跳呢 嘎呢 我就随便看看 看看 我看你是当土匪当官了吧 翻别人家东西跟翻自己家东西似的 你咋说话呢你 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我可是你家少奶奶家的亲弟妹 我的妈呀 你自己疯的吧 你那点磕这事啊 就别吵吵了 你快点说 你给这翻啥呢 来药店能干啥啊 拿药呗 你给我整点什么 受了伤 然后发了烧 什么素 什么青 什么什么那个 有多少来多少 不当土匪了 该卖药了 谁稀罕呢 卖药真逗了 我是给我们家好儿的 好 啥玩意儿 陆云豪 我的妈 你也不嫌磕着了 还好 这早晨 昆子都来取一趟了 你咋又来了 昆子来过了 一大早就来了 我家少爷 让他上我家 另外一家药店去取去 估计这时候都到了 那他取他的 我取我的 他等拿走一份了 你还要一份啊 我大老远跑过来了 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那 显得我多没能耐啊 我听你这说话的意思 你好像不是给陆少爷来拿药的吧 你是来占便宜的吧 你干啥呀这是 给我下来 占便宜咋的了 这叫亲戚 亲戚还分你我呀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甜 懂不懂 快点 拿药 你赶紧给我下来 这药我不拿 这老娘我吓死你 上次在你们家 我是怎么折腾薛医刀的 你还记得吧 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你把手松开 你把手松开我给你拿 你松开 哼 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问问我家少奶奶 那你赶紧赶紧赶紧问去 快 赶紧问去 啥人呢这是 哎呀 这干什么的 走路的呗 你这布里擦了什么 来给我看看 都是女孩的东西 没啥可看的 来来 行行行 看看看 你看 看 我看不行 看哪 哎 春美 谁让你擅自做主 把药给童晓峰拿走的 我拿药怎么了 现在外面冰花满乱的 那么乱 我给我弟弟备点药怎么了 别以为你怀孕了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以后陆银豪的事 你少操心 这话什么意思 那可是我的亲弟弟 我不操心谁操心 还有 你是他亲姐夫 银豪在外面济世救国 难道你就要袖手旁观吗 行了 你别给我力那么高的高杆 我爬不上去 我只知道 现在是乱世 最重要的是 不要牵连到咱们白家 牵连你什么了 那可是你小舅子 难道你就不想帮他吗 我还不够帮啊 该花金子的我花金子 该找人的找人 我连胡子都请了 春美啊 难道你要我们全家 都搭上性命才高兴吗 别说得那么闲乎 拿你白金山几何药 你就心疼肝疼了 我会心疼那点药吗 我是怕招事 索性 我把话直说了吧 你以后不要再跟陆营豪来往了 现在日本人正在撒网抓他呢 咱们可不能惹火上身 到时候咱们白家任何一个人 都好过不了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抓他 是南野秀仲告诉你的 还有你去告诉他 我就是要给我弟弟拿药 让他有本事来抓我呀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是不是现在安稳日子过够了你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说了算 从今往后 不许你提陆营豪 你是想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对 断绝关系 那好 既然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那我就走 我去找我弟弟去 卢处雷 今天你给我料句实话 你是要这个家 还是要你弟弟吧 干吗呀这是 怎么了 娘 干吗呀这是 长本事了 没事欺负媳妇玩 本事来 娘 还不都是您惯的 春梅自从怀孕以后 越来越不像话了 嗯 我可不得惯着她 她怀着我们家香火呢 我不惯着她 我惯着谁 不 怎么着 你再欺负她 别理她 一声高一声低 你再欺负她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 本事大了欺负媳妇呢 拍手 呀 哎呀 哎呀 饭工 呐 喊 离开 哎呀 沉 。。。 走 走 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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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进来 冯儿 上哪去了你 让我这通找你 你知道吗 要不是大街上我碰到你 你就被鬼子抓了 就那俩小鬼子 你不来我也把他俩撂倒了 还得瑟 这房子不错 你开的房啊 是啊 我开的房 现在这是我家 家 你不会胡头山了 回不去了 让你爹把我赶出来了 我爹 我爹就把你当亲儿子 他那就是你亲爹 过两天气消了就好了 别打理他 不 嗯 你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你爹说的也是气话 不过这次我再回去 不能一个人回去 我得带着我的大媳妇一块 干啥玩儿啊 干啥玩儿啊 少动手动脚的 不是咋的了 谁是你媳妇啊 你是我媳妇啊 这全虎头山都知道 咱们白骨堂成过亲了 一刀 刀哥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就是我亲哥 是 这回这事是我办得不妥 我对不住你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有男人喽 我不可能做别人的媳妇是吧 你所为的男人已经死了 我才是你男人 没死 人家活得好好的呢 芳儿 别说气话行吗 我没说气话 她从牢里头逃出来了 只要我男人一天不死 我也不可能嫁给别人啊 是不是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 菜叶 你干啥呀 你上哪儿亲啊 你是我的女人 你上哪儿亲啊 拜过唐城过亲了 你就是我的女人 她露音后再敢给我抢女人 我就弄死她 你有那本事吗 我没本事是吗 我去找日本人 敢跟我抢女人 我就要弄死她 你她娘娘又当汉奸呢 日本人是什么东西 你不清楚啊 你她娘娘当汉奸 我爹不认你 我她娘都不认你 老天爷都容不下你 过来 放开我 你放开我 老天爷怎么容不了我了 怎么容不了我了 怎么容不了我了 我错哪儿了 是 你爹是对我有恩 我对你爹也像对亲爹一样吧 我也偷根偷废了吧 龙小芬 我大小就喜欢你 全山寨人都知道吧 我的心里只有你 为了你 我没碰过任何人吧 你爹都答应你嫁给我了 你干什么呀 这么美好的一切 这么美好的一切 就因为鲁英好 就因为鲁英好打碎了 你给我听着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休想抢走我的女人 我必须得到你 你 你想干啥呀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学义道 你今天敢碰我一下 你觉得我爹虎头山的兄弟 谁能放过你 闪开 滚 我想希望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我才是你的男人 党 人家 你这辈子都休想了 走 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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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别他娘子跟着我 打官说 comme na 当 skip 吃 从不 让我去付货 你不要紧 就看我 你可能在不得 有什么事 你不不得 我没有 他就不得 我没死 我都没死 不得 我都没死 这些东西 放心吧 你们来两块儿 应该来吧 大佐 尋問是有效的嗎 力不足 結果還沒有出現 那些事情知道了嗎 知道了 名字是君子 名字是郭浩君 陸館的養親坊 龍英帆的幼馴馴 非常忠誠 陸館問時 龍英帆和一起去 我看見了 這男人 像龍英帆的親友一樣 他把他捕捕 龍英帆的腕子掴んだ 當然 無論如何 口を開啟 一定是他們的手掛 手掛的手掛 你怎麼尋問了嗎 握全部的稽固 生气人 她们的命知不知的 拒絨是最均衡的方法 何必我用 她们的弱点 让她们看吧 她们是自然的仰望 服従的 整理好 去桜改餐 她们的知相 是 昆子还没回来啊 我已经派人去迎他去了 若雪怎么样了 还在发高手 如果再不用药 今天晚上怕熬不过去 我去看看 你帮我盯着点 若 你不能去 你要是走了 若雪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处理不了 那也不能在这赶紧等着呀 这是知道我要回来呀 在这等着我呢 我可是费了老鼻子劲 才弄了这些西药了 看来没有人领我这情啊 总算干了就正事了 小枫姑娘 真是谢谢你啊 这不当时我也有错吗 若雪她现在咋样了 刚才还说 如果再不用药 可能熬不过今晚 那 那用了药就没事了吧 但愿吧 刚才说 那如雪一直没用药 那鲲子呢 鲲子没回来啊 是啊 鲲子到现在还没回来 那 那那那我先进去看看啊 啊 不让她坐 不让我去看看啊 如果我们就会把这种传送给你 那我们在这种传送给你 你自己的旅行 你也不让我来 那你自己领省 你就是一种狠 不得你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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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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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尋他